我叫Simon Lichtenberg 李希盟 我来自丹麦 我是读完中学 1987年就想出去看看世界 一个小国家必须学很多外语 比如说你说美国啊什么法国 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的语言就够了 但是丹麦语没人听得懂 所以学一个最难的 人口最多的一个语言 然后我就选择了说是中文 然后我决定到中国来读书 我就跟一个朋友一起 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准备 一起到复旦去读中文 基本上就是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在上海 我爸爸是犹太人 是二战的时候也是难民到瑞典 我知道上海跟犹太人 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上的源远 红口犹太人当时的那个纪念馆 带我的大儿子去过好几次 我爷爷的所有的兄弟姐妹 和爸妈妈都被德国人的蜜叫 只有剩我一个爷爷 所以我的大儿子是唯一 留着我们这个Lichterberg这个姓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他也很重 所以我们去看当时的犹太人在上海的 就是二战的时候 赵谷和被救了很多人 刚来上海87年 那时候没有汽车 只有公共汽车自行车 当时上海的平均的面积 你说跟现在的这个差距太大了 这个上海的心跳或者上海的这个节奏和内容 是丰富了很多很多很多的 第一个企业注册是在外高桥 刚刚开始有贸易公司的那个注册 那时候我们是 nothing 我们是几乎没有什么规模 但是他们当时的那些政府的管理委员会啊 什么那些人还是很很愿意跟我们见面啊 跟介绍情况啊 到现在我们有一点规模 最近四年特别明显 他们不是推这个这个这个电小二 那就是政府就是说电小二 怎么意思呢 就是说要帮忙的服务为主 都是服务企业 我们感觉的很明显 要跟任何政府的部门开会 不是说你就要去 他们会过来 近几年国外的媒体有很多很多的媒体 在做很多负面的报道关于中国 主要是说中国政府太强 我并不是这么认为的 中国没有要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你要在哪里哪里用 没有这种做法的 中国是在管自己的事情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没有一个很强的政府 没法让中国那么快的做起来了 强的政府是需要的 共产党的引导力和领导力 很好很强的 那最近我们在做自动化 自动化中国也很强的 马上就会超过 不要说丹麦美国啊 什么别的地方 我们有一些竞争对手 是搬到越南啊搬到哪里 但是我认为还是中国最好 科技也好创新也好 大家都知道什么腾讯 华为啊阿里巴巴什么这些 但是也有很多小品牌和小公司 做得很好 很多很多很多的 中国一定会非常强 中国的未来肯定很伟大的 中国梦 这也是我的中国梦啊 我真是我的中国梦啊 我真是我的梦